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tman 今天呢 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仙境傳說地圖吧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什麼呢 我想一下齁 其實呢 基本上 這個生存的這個遊戲啊 就是需要一點 做一些就是很日常的事情 你知道嗎 不然這怎麼叫生存嘛 對你們來說 看似非常平凡的東西 但這就是遊戲的本...這個遊戲的本質啊 好不好 所以說 我自己在錄的時候是還沒有想到今天要幹嘛 全部都是即興發揮 這個系列基本上應該都是即興發揮居多啦 這樣才有真的生存的意義在啊 所以說我想一下齁 我們今天到底要幹嘛 呃... 因為我現在的想法是 我想要直接去抓一些恐龍回來 讓我們這個... 沿海呢 這個很孤僻的這個島嶼呢 應該算島吧 孤僻小屋 像那個孤僻小屋呢 孤僻的小屋呢 能夠有一些 增添一些恐龍 增添一些色彩 所以說我打算要去抓他們齁 那抓他們的話一定是要麻醉嘛 那我們現在麻醉不夠 我們的麻醉幾隻 我們麻醉只有19隻而已啊 所以就絕對是沒辦法 浮肉也不夠多 我們的黑果好像也有線 那我現在是很勤奮的就是把這些肉全部都分散 一塊一塊的分散 讓它馬上壞掉 我們就可以馬上多做一點麻醉劍 那在這個等待的同時 我是想說 唉唷 笑一跳 我是想說呢 去稍微收集一下木頭齁 我想要把 我想要嘗試的看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方往下延伸一點 雖然現在目前這個地方沒有辦法放建築物吧 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建築物 建築物都在倉庫 應該這裡現在目前是一個限制的一個局面啊 我想要從下面撐起那個木樑 不是木樑 撐起那個木柱 把那個柱子撐起來之後 我要再往下蓋 因為有觀眾說呢 希望這邊可以蓋一個類似就是 算是景觀台往下延伸可以到海吧 然後之後就可以把恐龍養在這旁邊 海上 那個海上的恐龍啊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反正不管怎樣吧 我們就先稍微去挖一下木頭之類的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我想要先做一下木柱啊 木頭的柱子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延伸上來 不過其實這是蠻克難的啦 有點危險 那隻在幹嘛啦 你是想要讓我馴服你是吧 其實我是可以馴服你 只是我現在沒有魚肉喔 你不要囂張喔 我告訴你 三尺鳥 忘記它的功能是幹嘛的 反正以後一定有用就對了 還在還在 欸它快死了耶 它是快餓死了 而且它真的快餓死了 來 餵你一點 欸這個魚肉也可以拿來做成腐肉啊 來 我們再分一下 我們馴服了 馴服了 我們幫他點一下負重好了 這負重 我的 我負重沒有使用原始設定 那個設定啦 因為我覺得 負重很重要 沒有負重你也很難帶東西 好不好 所以說我原始設定沒有給他那個 那你就在這裡好好休息 好 幫你設備動 你不要跟著我 到時候我再來看你喔 OK 然後 我們把我們的魚肉呢 全部分解 好 等一下也是這樣等它壞掉有沒有 我們就有很多腐肉了 然後我們趁現在趕快呢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們來趕快做麻醉 我們的腐肉在哪裡啊 丟一半 四個同時進行應該是蠻OK的吧 再來再來再來 然後 欸 果實呢 等一下我該不會果實全部丟過去吧 好 這邊 這樣子應該會做很快啊 有了 剩下的腐肉在哪裡 這裡 全部給你 好 然後這邊同時進行 我們直接跳下去吧 我們就直接不囉嗦直接跳下去啦 其實到時候延伸完畢之後 我可以在旁邊蓋 靠北啊 我可以在旁邊蓋一些其他的 到時候可以想辦法就是 讓它可以好好的接上去 好 等我一下 我必須要再回去做一些材料了 沒有勾爪真的很不方便耶 我想一下喔 我要不要先做勾爪 勾爪我有學嗎 我借我裝勾爪模組啊 勾爪模組在哪裡 無限勾爪 會讓我生存更輕鬆 我是不是沒裝 哪裡的啊 我真的沒裝嗎 找到了 來看一下 勾爪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可以先做耶 那這樣就很方便啊 我幹嘛那麼麻煩啊 我幹嘛那麼麻煩啊 好的好的 我幹嘛那麼麻煩啊 好了 這樣就方便多了 來 放這裡好了 然後我們這裡缺什麼 缺木頭 我們去採一點木頭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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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大成功 大成功 我們終於成功蓋出來了 這就是咱們這個斜坡 花了老頭將近一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好不好 然後可以從這邊走上來 到時候我可能這邊會稍微做個柵欄之類的 到時候再補 我的天啊 終於完成了 終於完成了 太好了 完了在這地方看不到斜坡 我們在這邊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 下面可以養魚是不是 養魚 可以養大白沙之類的 不要不囉嗦 我們這個斜坡終於完成了 工程 是這麼的浩大 我們現在趕快來做一下麻醉劍吧 我們今天要去多馴服一些恐龍 好看這些斜坡用不到有點可惜啊 黑果不夠了 讓他們繼續做好了 先讓他們繼續做啦 直接做到沒有為止 不然浪費 來來來 欸我不是要丟嗎 31 這邊是有快做完的 來 再做四個給你 全部丟過來 好了我們現在有幾個啦 我們這斜坡也爆多了耶 分分分分 都分都分 都可以分 再做 欸這邊比較多喔 拿一點過來 再做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這個做一下 十個嘛 我們現在一百多個了 這一做多少個 欸我是不是按錯了什麼 我按錯了什麼東西 按這個才對吧 欸我要麻醉劍耶 這到了 好啦我覺得我們全程都用麻醉劍就好了 喔 全程麻醉劍在配上我們的鍋爪 我們可以抓一些 陸地上沒有辦法攀爬的恐龍 或者是說一些沒有辦法 飛行的恐龍 喔 這樣子我們 我們空對地 基本上是優勢 喔那這邊又一隻無恥 我們可以順便連這隻都抓了啦 如果抓到的話 靠北 欸居然中了耶 居然中了耶 我的天啊 太神啦 哇靠 一下就暈倒了 這是什麼樣的巫術啊 來 餵你一下 瞬間馴服 啊對喔 馴服值忘記調了 其實也沒什麼差 我覺得 我覺得馴服值有沒有調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因為到後面我也是 怎麼講 到後面我也是把它剪掉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把那個馴服的時間全部都 浪費掉了 對不對 我也是把它剪掉啊 有意義嘛 沒意義 好了 你要不要飛過來 你夠到這邊來喔 好了 他自己走過去 我們不要理他 好 一個瞬間又抓了一隻風神 那個不是風神 無恥一龍 富節龍順便抓一下好了 來 看你可憐 好像沒批用的樣子 欸可以耶 抓得到 來 吃我一件 吃我第二件 我們今天要抓很多孔了 歡迎回來我們的Family 大家庭 這可以做幾個啊 這可以做那麼多喔 我們做五個就好了 歡迎來到我的大家庭 來 吃果實的 有了有了 開始吃了開始吃了 到時候我們來做他們的鞍齁 把他們全部都鞍上 變成我們的形狀 就非常beautiful了 來 好的 然後我們幫他射成被動 讓他跟著我 希望他可以走快一點 我覺得 太麻煩了 我直接把他們設定 就要走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走了 到時候我可能會弄傳送門 傳送門 必須要到 機床時代才有辦法 我們現在沒有機床 所以說我們不能做傳送門 那也是後面的事情 後面會越來越方便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可以抓 我們要抓隻劍龍嗎 甲龍不錯 甲龍不錯 甲龍可以鏟石頭 大量的 來來來 可以的可以的 這個距離我們抓得到 為什麼麻醉劍這麼強 我記得我的麻醉效果沒有這麼厲害 我知道了 他等級1 應該是等級的關係 難怪 抓好多 我們來餵肉 他應該是吃肉的 我錯了 這傢伙吃果實 對 等級 等級還蠻好馴服的 屬於內褲俠 是我的餒 是不是 到時候來幫你們取一下名字 先幫你點一下負重 負重點一下 加1000 你好乖過來 Come on baby Come on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山丘的沒有 就是那個地方了 快去吧 快去吧我的夥伴 慢慢的走回家 這邊有沒有迅猛龍啊 有劍龍 我們現在順便連劍龍也抓一下好了 雖然感覺很恐怖 他們會不會群體攻擊甲 這裡是沒看到 其他劍龍 我怕我打不贏就是了 沒射到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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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了 他非常的激動的來了 他是逃跑耶 他不是來了 有有有 他來了 不要 來來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脫了脫了 賣照 你是我的了 謝謝大家 開心 你在偷什麼東西啊 你剛偷了我什麼 還來喔 啊你把我果實全透光了 啊為什麼 我這邊撿不到 我把你射暈了撿不到這樣子 欸 你不是吃肉的喔 抱歉我誤會了 幫你打死 氣死了 他偷完之後我東西不見了耶 我的紅色果實全部不見 然後也不知道在哪裡 算了 隨便他了 再用就有了 為什麼你果實吃那麼慢啊 吃快一點啊 其實說真的耶 方舟這個遊戲 劍龍好像真的沒什麼太大的功能耶 超級邊緣耶 真的 我玩過這麼多模組 一隻劍龍 像樣的劍龍 強大的劍龍都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好不好 那邊有雷龍 不要吧 一開頭就這麼硬 我受不了啊 先把他帶回家 為什麼我們假龍到這邊就停了 為什麼 是因為我的指示他不喜歡聽嗎 快點過來快點過來 等級23 我們好多恐龍喔 所以我們彩石頭也是可以靠甲龍的啊 算了你們全部都在這裡好了 到時候一併把你們全部帶回去 快過去 哇過去就這樣子 善慢不驚的樣子 怎樣 善慢 軍技都沒有了 可是我們現在所遇到的 全部都是那種草石性的 我想要有一隻迅猛龍之類的 又是你 你走開 你不要偷東西 你走開啊 到時候我們再飛遠一點好了 這裡 比較沒有什麼東西 哇這什麼 拿圖鑑的遺跡 我來了 哇這邊有一個箱子耶 這可以打爆嗎 哇靠 敲一敲給一些有的沒的 打寶你 這一個打寶的概念給我個盾 剛好我很需要這個 非常需要 感謝你現在給我這個 連這個都有打寶系統就對了 好吧 那這裡有沒有什麼文獻之類 可以讓我拿 類似就是那個 拿圖鑑啊 看來這裡是沒有的 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地方要探索啊 我們都要小心 欸阿根廷阿根廷 阿根廷阿根廷 這隻這隻 這隻正在降落 就是你啊 小心翼翼的 沒中沒中沒中 為什麼都沒中啦 有了有了有了 完了完了 我覺得我打不贏啊 為什麼群體攻擊 為什麼群體攻擊 誰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群體攻擊 抓不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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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juke他捏 我可以juke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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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跑咧 水 啦 太好了 就是要阿根廷 我幹嘛在做 我已經有了說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這隻我準備把他帶回家了 我看一下 我沒有學阿根廷的 阿根廷的那個 阿根廷的那個 沒有學 他是不是要在工作台上面做啊 啊 欸不用欸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 這什麼啊 沒有足夠的這個啊 哎呀太可惜了 餃子不夠 沒有餃子什麼都沒有 沒關係 我們回家 對啊 反正想做騎你回去的 哇這隻真的是找死 這真的是找死 有啦 有啦 太好了 再來來我們回去我們回去 不要做任何攻擊 在 我們回家囉 雖然不能飛 欸不對這邊有阿龜 我們把阿龜殺死 好我們就有 我們就有餃子 不夠 不夠不夠不夠 要150欸 我們必須再殺兩隻 好吧我們必須再殺兩隻 很遺憾的我們必須再找兩隻阿龜 跟他們釘古基 可惜這裡沒有 沒關係我們回去的路上海上有 這邊絕對沒辦法 或者是打三葉蟲吧 這裡也沒有昆蟲類的 可以讓我們殺阿 哇雷龍出現了耶 大雷龍哥 這邊各種福分 到時候我們下一集來抓雷龍吧 我們的果實就不缺了 絕對不缺你放心 欸我們這邊都沒有看到三角龍欸 三角龍是不是在這邊絕種阿 算了 好我們終於快到家了 太好了 雖然不是用阿庚廷飛的阿 但是 總算走回來了 抓了不少隻阿 我只能說抓了不少阿 有沒有看到這邊兩隻有沒有 來 把你們帶回來 OK他們都會聚集在這裡 停止 好啦我覺得今天就稍微抓到這幾隻齁 這邊有甲龍 劍龍 複傑龍 五齒一龍跟阿根廷軍 還有我們的傷池鳥 那之後呢我可能會想要 趕快把我們阿根廷軍的暗座出來 然後訓練成 速度型的 我們要飛很多地方 順便抓幾隻霸王龍 但是呢如果太遠要把他運回來 真的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需要一點時間 或者是到時候用神奇寶貝球吧 神奇寶貝球也是一個便捷的功能 不過不曉得各位 各位接不接受我到時候用神奇寶貝球呢 因為這是運送的方 運送會比較方便一點 也可以節省時間 如果各位呢 不喜歡的話 我也是不會裝啦 就頂多就是 運送回來的途中比較繁瑣而已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有講個訂閱 右下有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倫再見啦 掰掰 請錶 下方留言